前公秘会主委黄美英卸任 正式由李美接下职务 有别过去公秘会严肃态度 致辞先谢谢众多道场的粉丝团 态度柔软鲜河 无论如何公平交易法相关的法令 非常的高升 越是高升越是专业 越是不容易理解 我们就要透过行话转变成人话 跟各界来对话 李美曾经担任智慧财产局 副局长 经济部商业司司长 在搜狗案中顶住立委压力 与产业界又有沟通能力 因此受到拔拙三级跳接掌公平会 各界也有高度期许 李美表示希望未来公平会 对外沟通上更加开放通明 也会定期召开业务座谈会 让民众更明白 厘清各种案件的SOP 那可以对外说明的 我们尽量来供各界来查询 譬如说补件的时间 譬如说审查的时间 譬如说内部公文往返的时间 我们可以去 一关一关去了解 哪一些环节是可以去简化的 不过未来公平会 还得面对各项挑战 包括复邦金收购日升金案 传出有中资宜云 尚未获得公平会点头 此外公平交易法 是否严理修法都是重点 相关的个案就是在会里面 会依法来审慎处理 那当然各界有一些期待 有一些看法 我们会针对这些意见跟期待 来分析来斟酌 公平会后续如何紧盯 高通投资案 弱实进度 还有学者期望 针对社群媒体 还有世卫平台的垄断行为 希望公平会能够有所作为 也都考验新团队功力 新闻电视林玉堂 沈未彤 台湾台北报道 谢谢林玉堂 这种有缘